舒不舒比 安慰舒比 娱乐尽风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却三点想吃就吃 由冷森林冠名播出的娱乐及尽风 哈喽大家好 依然是我带你们的冯青 清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琪 那清清今天一开始有什么要给大家说的消息 见到你就很开心 所以一开始跟小琪就有关系了 小琪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词 专门形容你这样的人 你知道是什么吗 帅哥 帅哥 没错 还有呢 我给点提示好不好 一个人喜欢喝热茶 喜欢独自一人是什么 空巢老师 答对了是空巢青年 好不好 所以这个空巢青年呢 就是指20岁到39岁之间背景离乡的生活工作 一个人在城市中打拼的青年 就是我 据中国空巢青年图鉴显示 长沙的空巢青年人数约有80.1万 男性青年占比64% 一位女性青年的两倍 我就是这64%当中的一位 那其实独自艺人听起来虽然有一些无趣 但是啊 理性的来讲这其中蕴含了巨大的艺人经济市场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流行的胶囊酒店 迷你KTV等等的艺人经济的商业形态快速发展 就连旅行社也开始关注到越来越多的艺人抱团出行旅客 空巢青年因为工作忙碌节奏快相对加班也多 那很大程度上缺乏自由支配的时间 两点一线的生活对于空巢青年来讲属于常态 那相关消费的不断兴起也是正在说明 常常自嘲孤独的他们 其实对于生活依然充满了热情和向往 这一点我自己就可以证明 那现在就带着热情的心态 我们去看看今天有哪些快逐 搬砖机器人一小时搬砖一千块 创新工厂的CEO李开复曾经预员 人类90%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尤其是简单机械式的重复工作将会最先被取代 最近国外的一家公司就开发出了能搬砖弃砖的机器人 搬砖工这一职业很可能成为历史 这个叫Handroid X的机器人 一小时就可以砌一千块 而相同的工作量大概需要两个建筑工人 一整天才能够完成 而且Handroid X还能够长时间保持特定姿势 连续24小时工作 不用喝茶更不用休息 两天时间就能够建起整座住宅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还可以事先预留管道和电线的空间 真正做到了人工智能 如果有必要 甚至还可以扫描和切割砖斗的大小形状的 有了这么一个机器人 建筑行业将会全面迎来低成本高效率的局面 只是那些一直说要回家搬砖的同学们 还是好好学习吧 搬砖你是搬不过机器人的 画图黑科技 无论涂抹也能生成艺术品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 有多少人和前锋编辑一样 天生就没有多少绘画的天分 被人笑称是灵魂画者 谷歌公司就推出了一款名为 i2draw的绘图工具 绘画小白也可以鸟变达人 i2draw看起来就像我们电脑里的绘图工具 却比绘图工具有趣多了 它采用了人工智能的分析技术 你只需要简单勾勒出想要画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判断出你想画的是什么 然后匹配一些最佳的图案供你选择 最终将你的涂鸦作品转化为艺术品 这样你在教小朋友画画的时候 或者做简报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就再也不用担心住手了 目前i2draw在手机和电脑 都可以下载应用软件来使用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去感受一下人工智能的强大 教你在手机壳上DIY雕刻 花样随心配 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个性 那么如何让生活都充满 属于自己的专属标签呢 中国台湾的一家科技公司 就发明了一款掌上的激光雕刻机 Cubio随时随地把个性变得触手客机 首先给它搭个架子 设计好你想要的图案 其他的交给Cubio 分分钟就能给你一对精致的耳环 自家的鞋柜太单调了 可是把鞋子的图案雕刻上去呢 是不是就瞬间很文艺了呢 用手机应用软件连接Cubio 在手机上选择一张图案开始雕刻 图案立马就出现在了手机壳上 甚至还能在甜点上弄协出新发样 连食物都是私人定制的 怎么样够个性了吧 孙丰编辑正明报道 哇 看完之后真是觉得 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则消息 今天上午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那湖南食品餐饮市场容量大 潜力大 2016年湖南省的食品工业营业收入 超过5000亿元 餐饮行业的营业达到了1360亿元 商务部对十多个申办省 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考察评审之后 决定把2016到2020年的 中国食餐会的举办地设在湖南长沙 由商务部和湖南省政府联合主办 那此次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规模是全面升级 将打造食餐行业内貌流通的第一站 我们去看看 我现在正在吃的呀 就是老北京的暴肚 那么先锋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在这里正在举行的呢 是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在这样一个四个这样大的展厅当中呢 就汇集了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7号 我们的长沙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门口 品尝到全球的美食了 由商务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省商务厅长沙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7中国餐饮食品博览会 在长沙拉开帷幕 此次展会上有湖南省内12个市州优质企业 24个省市自治区参展 同时展会针对一带一路国家 坚定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和相关企业 也都参与到了此次活动 6万平米的会展面积里 聚集了1200家企业的展台 这里俨然成为了全球的美食派对 本身就是很爱吃这种饮食 所以就会特意过来看一看 挺好的 吃饱了 吃得好好饱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了 我觉得湖南人很喜欢吃广西螺丝饭 为了这些美食让全世界人民分享 组委会利邀国内知名电商 共同打造互联网家老字号活动 让传统的老字号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和传播 也打通农产品线上绿色通道 为传统制造业对接电商企业搭建平台 让老企业老字号有了新玩法 老字号品牌在线上销售的话 可以增加一些曝光度 这样的话 让年轻的群体更能在线上看到老字号的品牌 通过线上销售 让我们的年轻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 本次展会上 湖南省残联的自立自强馆引人注目 46家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 残疾人自主创业大户组团参展 为本届食餐会增添一抹工艺亮色 残疾人企业家周拼 就把自家企业的鸡汤端上了展柜 我们的这个展位是由省茶联 这边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展位 这边有一二十家企业 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是可以学习别人的一些经验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想跟残疾朋友一起来 进行把它一个 把它整合这个资源 做一个大的发展 同步发展 近年来 湖南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2017年1到7月 长沙餐饮业实现零售额204.92亿元 同比增长了10.6% 餐饮市场的繁荣 也让国家商务部 决定把2016到2020年 中国食餐会的举办地放在湖南长沙 将展会打造成 食品餐饮行业内貌流通第一展 新闻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看得好饿啊 真的 一定要去吃 已经流口水了 已经流口水了 那今天读书的时候呢 除了爱吃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开学 真的 你为什么盼着开学呢 因为每一年的开学季 总会让刚入校的大学生 是充满了期待 没错 其实同时呢 也留给了刚毕业的大学生 满满的回忆 比如说小齐了 那今年呢 有我们芒果娱乐 和酷狗音乐强强联手 打造的酷狗校技英超联赛 将会为今年开学季 唱下一段特别的青春旋律 那据我们了解 听见花开全国大学生 原创歌曲征集大赛 即酷狗校技英超联赛 旨在为全国大学生 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音乐平台 来打造新一代的校园音乐之星 我们去看一看 昨晚听见花开音乐季 全国大学生 原创歌曲征集大赛 即酷狗校技英超联赛的 新闻发布会 在广州举行 这也预示着 这场为全国大学生 提供自我展示的音乐平台 随之拉开序幕 而到现场的百名大学生 纷纷表示 很期待这场联赛的举办 此次的比赛将以培养乐坛新生力量为出发点 临门槛为报名标准 面向全国各大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以及毕业三年内的各大校友 联赛将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赛区同步进行 每个学校还选出四位选手组成战队 通过战队限时拉票赛 五大赛区城市PK赛 酷狗训练营 巅峰争霸赛等赛程 选出冠亚季军队伍 预示着 这不仅是一场青春的较量 而且还是高校之间 城市之间的音乐对抗 这线工作的 如果是一次活动 它是没有意义的 知道吧 因为活动结束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挖出几个新人 有什么大的意义的 就任何事情的 最后它要变成机智 长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年 也不是两年 我觉得是十年 更长时间 而且不只是酷狗来做 以后我们会 连接更多的音乐平台 我们一起来做 同样为了保留大学生的创造力 此次联赛也是以原创音乐为主题 而作为大赛的总评委 音乐人阿沁 昨晚也是现身发布会 用自己当年在原创音乐比赛中的经历 亲身传教即将参赛的选手 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比赛 其实心情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就是因为对自己不肯定 所以就是说对自己的作品 你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参加比赛 其实应该是一个平常心 那如果你是一匹千里马的话呢 就不要担心 勇敢地把你的歌曲 这个诠释好 把它展现出来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 愿意给新人一个很好的舞台跟机会 与此同时 酷狗表示 作为互联网音乐平台的前辈 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华语乐坛创造新鲜血液 所以不仅此次和芒果娱乐合作英超联赛 他们还将启动酷狗校园音乐基地 不遗余力地支持原创音乐 扶持校园音乐人成长 利用旗下丰富的平台资源 为优秀的原创音乐人 以及校园音乐人 提供各类线上线下的推广资源和演出机会 节目记者广州采访报道 我刚刚听到的是原创音乐对不对 其实是特别给新人机会的 那你身边呢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同学 从大一开始自己写歌 而且他写的两首歌 在各种社交网络上特别火 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音乐平台 去承载他的音乐作品 非常的遗憾 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要打电话 通知他们都要去参赛好不好 真的是可以 因为这个比赛呢 只要毕业三年内的人 都有机会来报名参加 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真的一定要多多关注了 更加要关注的还是我们的娱乐之间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休息 晚些电脑广告 等会见啦 舒不舒不 二位舒不 娱乐之间风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三天 想吃就吃 有冷酸的一贯名播出的 娱乐之间风 哈喽大家好 依然是我在你们的冯青青青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 空巢青年小琪 是的 刚刚看了那么多书的时候 我都有点饿了 小琪你是吃货吗 我是一个标准吃货 对 那做一个空巢青年平日在家 是怎么吃饭的呢 一般的时候大部分要仰仗外卖 但是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 还是想自己能够亲手做一下 体验一下生活的乐趣 因为你说空巢青年 其实和我同龄的人当中 有太多太多 但是大家都是在空巢的情况下 去找寻生活当中的乐趣 是的 你在长沙做了一个空巢青年 那做一个长沙人 我想关心你 等会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吃完好吃了 我们再去看电影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然后都是你买单好不好 好的这个事情我要稍微考虑一下 但是谢谢清新对于这个空巢青年的关心 是的 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开心 希望大家迷掉锁定我们的节目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啦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担担努力打拼的无阻 跌倒过很多次 没有放弃这回事 小时候大人爱家 外面的天有多大 有一天我也要去闯 流泪和流汗我不怕 假想了那个人 对我来教室就依靠 陪伴我多少次艰难 彩虹多绚烂